地震一直摇步停 苗栗县政府盘点建物安全 4月3号大地震到现在 是已经接获了有13栋建筑物 疑似是有结构安全的疑虑 但是经过勘察之后 幸好都还没有达到列管红黄丹的一个标准 那么县长是呼吁民众多留心 并且鼓励善用老屋建检补助 来确保住宅安全 4月3号花莲大地震至今 余震不断 苗栗县传出多处建物瓷砖天花板掉落灾期 现付接获民众反映 建筑物疑似有结构安全疑虑 包含头粪 竹南 铜锣等地 勘察了13栋建筑物 幸好没有达到列管红丹黄丹标准 我们看见的结果都没有列红黄丹的必要 所以这部分也呼吁民众 要继续的所有权人 要继续的对自己的一个房屋 要持续去管理它的 比如说磁砖的掉落 或者有海沙物的问题 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也可以通知我们政府单位 可以随时的来做协助的勘检 余震不断 县长强调会全力协助民众防灾 做好相关安全工作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你可以提出来 让县府来协助你们健检 如果有需要加一步的处理 我们再来大家在共商大计 当然现在围绕都更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 竹南投奔地区都会区 应该很比较有机会去促成 因为现在地价也比较贵 那当然尤其是这个最近地震 真的非常的频繁 还是希望我们相信 注意自己的安全 同时今年县府持续推动 老屋建检补助计划 提供都市计划区内 合法私有住宅建筑申请 办理耐震能力评估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申请 这个补助一直都没有来申请 当然就是我没有做呼吁 但是民众可能觉得 因为这个政府补助的经费 不是那么多 自己还要做配合 但我觉得耐震出强品 其实30年到50年 在中间的房子 如果你们要继续住的话 我建议就是还是需要来提计划 工商处强调 渐渐评估结果供民众自行参考 县府并不会公开 如有安全疑虑 可作为后续办理补强 及都市更新的参考依据 欢迎踊跃申请 为自由住宅提高耐震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